七哥反复说 不要指望美国 美国是不可能替我们灭共的 慈禧当时说了一句 量中华之物理 节欲国之欢心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中国这边土地上 吃的喝的人随便杀 然后随便剥削 随便搞 只要你开心就行 你这个外卫国家 你只要给我面子 这些其他的都好谈 你要钱 我们一起来剥削老百姓 你不给我面子 脑子都给你宣战 如果你给我面子 你说啥就是啥 割地赔偿 付款买单 爽快的很啊 你要是八国 你要是美国英国的话 你会灭亲吗 你要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最多能占你5%的便宜 你这么腐败的政府 我能占50%的便宜 你觉得八国年金 会想去灭亲吗 只要清朝 能跟国外腐败 一起剥削十亿奴隶 他八国年金 不会去灭亲的 就是说其实 慈禧在本质上 延长了清朝的这种寿命 如果啊 现在我们习大神 换成慈禧 我们灭了了共母 灭不了的 至少短期内是灭不了的 你虽然说你中国 十四亿人 不同意共产党 但是世界上 六十亿人 同意你共产党 我美国老百姓 买最便宜的耐克鞋 最便宜的衣服 谁想灭共 没有人想灭共啊 习大神 王岐山 陈源 包括蓝普多计划 他们是要统治世界 是要灭美 灭欧洲的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心思的话 美国欧洲 是不可能想着去灭共母 为啥持血沉船 他不在乎呢 你打过来打过来 无所谓 烧了烧了 我再借一个 自己的小金库 一点都不能动 那是老子的钱 都跟现在方正一模一样 大家知道 王岐山老赵人 八九过后 都是准备跑路的 家人都在香港 在美国了 随时都弃船的 共产党跟清朝 这点都有点神势 所以说这个船 对他们来说 不重要的 我不行 我搞了钱 我到欧洲 我到美国去 清朝的 你还想着 不行 我回关外去 我本来就来自于那的 我有退路啊 就这一点明白了 你就明白方正了 七哥今天的大直播呀 暴露革命的精子卵子 就从灭共这些角度上 它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这就是当年李手 偷了几十个 几十亿 五十亿吧 当时是 后来还还更多 这个他们当时贷款武器 最后要偷一百个亿 用王仁哥 余力和李友的话说 这个地方 是真正的人生的世界 美好的世界 那里边有很多很棒的医生 而且是 共产党 所有领导都看了北大王仁哥 以及北大方正集团的报告 说这是保证国大 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健康安全的保障 说那地方是干啥 大家听明白了吗 是给共产党配种的地方 选有两种子的地方 共产党 当时是 这个贺国强家族 贺锦涛贺锦雷 那是北大方正的股东 所以说那个地方能出现一万个王岐山 一亿个王岐山一点都不夸张 那都是可能的 南普陀计划就包括这样的 现在这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他搬不走 他也计划不掉 如果 再有有时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去看一看 但是我们站在今天来看 就是有了病毒啊 特别是有了疫苗啊 大家想一下共产党有多邪 他能在那个地方产出来一万个王岐山呢 那是真的统治世界了 大家可以结合疫苗再去看 共产党几十年前都开始准备 九几年八几年都开始在全世界配各种人种 然后把自己的基因放在全世界各地 现在有的基因居然能当上一个国家的副总理 当上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已经呈现实了 大家想一下 未来共产党统治世界 那真的南普陀计划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李友可是原来方正集团的填票据啊 这些都是李友签罪的 股市条这个涨跌都是李友调的 湾哥那北大小涨 北京大学方正集团啊 北大方正了 所以说为啥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串在一起的 把这个看明白 所有都看明白 七哥带着我们灭共啊 这个真的不是一点两点的 就是今天的精子卵子 就是给我个人本人的感觉啊 为啥共产党要黑今天的直播 大家想一下这个事有多大 共产党他准备生产一万 王岐山一万个习近平 放在全世界 从科长到县长 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那都是王岐山曾庆红的徒子徒生们 那没有基因当不当的 那反观我们报道革命啊 全都是草根 没有任何信任关系 可以说是对抗中共 也可以说是拯救人类 也是后愿 leaked 今天了 都快丹燥过来